不论地方多大多小 不论服务的人数是多是少 但热血是一样的 有热血就能做出意义 你想继续这一位 他也热血是一样的 他要用他的热血 把三明治做到最好 希望能够用心传递出 他的诚意和要求最好的心情 他们的位置非常少 大概十几个位置 然后我坐在吧台那边 看了两个 大概六十多岁的师傅 在那边很专注地处理 他们每一块食材 就是或许大家觉得三明治 只是一个很 到处都可以买到一个 很简单的小吃 但是他们一样用做 做一道料理 做一个西餐那样的态度 去面对它 我觉得这样子做出来的三明治 可以感受得到用心的三明治 就是最好吃 谢德丽希望自己也能做出那样 让人想念的三明治 只是两位东京色谷老师傅 几十年的西餐功力 不是轻易可以复制 他用加倍用心来补 现在我们在制作那个 面包要用的糖 虽然三明治汉堡当中的面包 是配角 不过也是要角 谢德丽的用心 就从面包自己做开始 必须说他的动作不算俐落 因为谢德丽不是科班出身 当初他是看电视学做面包 然后看节目之后 做起来后来发现 怎么跟他节目拍得上落差那么大 后来就去买他的食谱 然后自己在网路上 再查一些东西慢慢做调整 然后大概失败个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慢慢比较像样 看到他最后那个微妙表情吗 谢德丽有些抱歉说 那一阵子辛苦家人吃失败面包了 后来连串的食安事件 让曾经在风险管理顾问公司工作的他 发现自己的嗜好真有些意义 新闻那时候很大 不太敢去外面买面包 那我们自己做 看他们吃吃得很开心 那你就特别有成就感 就会觉得下班回到家就算很累 然后可是如果我阿姨或是我外婆 跟我们说他面包吃完了 我就晚上回到家 有时候搞到一两点 等面包出炉要放凉要干嘛的 我们各天一早再拿他们家 给他们吃这样子 然后衍生出三明治生意 则来自国外念书时的回忆 三明治是一种 一个人就可以夹东夹西 很疗愈的食物啊 而现在谢德利更把他的 三明治丰盛感提升到新的层次 它的油花的分布方式会 好像有一个 有点像我们看水面跟水下的 感觉它会有一个分解 就是一条筋对 那个筋得要去掉 这是满花功夫的事 特别是各种筋膜肉纹的分布 绝不像教科书画的那样清楚明白 工作台上这些肉块 更是切错亏很大的和牛 客人会说你这个吃起来真的有差吗 你都是夹在 像你刚刚讲的 都是夹在里面 真的会有那么大的落差 那你一吃完之后就会 真的明显感觉到那个肉的甜度 跟肉本身的气味 特别是只用一点盐跟胡椒调味 肉的本质更重要 谢德利也讲究吃得健康 因为他来自医生家族 他的爷爷在几十年前 就飞到澎湖长期住诊 我每次回去的时候 出去外面吃饭 或是去看电影 那如果有人说 他是谢医师的孙子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你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你进去看 吃完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之后我们招待你 那其实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回去 其实不懂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 爷爷是大善人 在年纪大一点 爸爸跟我们说 才知道说 像我爷爷 我爷爷在退休的时候 我们医院还欠药房药钱 那照理讲 我们医院生意很好 是很赚钱的 而且也没健保那个时候 但我买一千药局很多钱 因为我爷爷常常 他命不收钱 还给人家钱 让他去买东西吃 现在伯父还在马工职业 谢德利则期许自己 从不同层面为大家顾健康 结果从找好肉 发展成进口和牛生意 那一趟本来只是饮食考察 因为吃得太认真 有人为谢德利 引荐了近江牛协会的理事长 在当时台湾一片和牛进口热潮当中 被列为三大和牛之一的近江牛相对沉寂 因为几位牧场主人 对低温工作链对分切都有要求 所以他很希望说我们把每一个部位 做最好的利用 那也不浪费他们这么细心饲养出来的牛子 短短几句话代表的是除了硬体建设 还有好几趟的见习 对谢德利来说又是从零开始 其实像日本师傅他们来教学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东西是很要求的 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子处理 你就应该要做到位 你要么不要做这个事情 既然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把肉他应该有的最好的状况 呈现给客人知道 那个他们觉得是对肉最大的尊重 其实一段时间过后每天在摸这样的东西 你就大概可以明白说 他们在说的是什么 谢德利所谓的摸不只是个比喻 以刚刚看到的那块上肩肉来说 切下几块牛排以后 接下来的一段做火锅片是比较合适的 谢德利特别扣掉手套 一方面避免卷进机器 一方面要随时感受肉质 他们每一条肉上面不会有标志告诉我说 你这里可以切到五公分处 五到十公分处怎么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边肉再出来 我们一边拿 那你才会感觉到这里的肉质已经开始改变 那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必须要调整厚度 那个差异我们肉眼看不太出来 可是从刻度上跟摸起来 跟吃的口感上落差会很大 这不是垂毛求疵 是日本老师傅40年钻研生出的对工作的敬重 连切牛排也有切牛排的姿势 就是身体要测身对它 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子切的话 我们眼睛这样看下来它会有一个视察 所以你有时候切切切切到后面它肉会歪掉 可能会这样子可能会这样子 那这样子侧身的切 然后上臂是贴着身体不能动的 你比较不会这样跑开 你的刀就不会歪 然后这样子下去 它的切面这边才会是平整的 我们那时候因为这个姿势也被师父骂了很多次 他在旁边一直转你的身边 然后你只要这里一开它就 你手要贴紧一定要贴紧 因为我们一看你自己刚开始学 一定会有时候切个两刀 突然动作就忘了 动作就放开 它就在旁边 只是本来就是买些假三明治的肉 却变成枕头和牛进口 而且自己指导专业分切 想来还是离奇 累真的很累 还好老婆算很体谅 不然的话真的 不要说肉这个东西 之前光店 然后有一个中央的工作室 在制作那个东西 我老婆就已经会觉得说 人家开三四家店 开始考虑我是不是设一个中央工厂 去标准化我的产品 你一家店刚刚开 你就设一个工作室开始制作 你的投入你的人力什么都比人家高 可是我觉得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的产品一直品质很稳定 口味很稳定 只是提亮的老婆后来跟我们说 眼看着谢德丽又是这样 又是那样的越做越多 她真想敲她的头哪 还好成果证明 这些看来或许额外的事有道理 盐跟胡椒 只有盐跟胡椒 我们这个汉堡排就没有再做其他多余的调味 我们的味道很简单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到 很纯粹的和牛本身的香甜的味道 这也是可以安心给家人吃的味道 谢德丽说她的国小老师现在还住在附近 妈妈在吃饭或午茶时间 也不时会带宝贝孙过来作作 你不是想喝果汁吗 你要水吗 小朋友口齿伶俐而且很懂事 等一下 爸爸在忙好不好 在忙 等一下 谢德丽后来也说 要有什么觉得缺憾的 就是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其实偶尔真的 偶尔会突然冒出个念头 觉得说 我到底这么累干嘛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老天爷有很多事情 他好像安排好了一样 常常在想说 我要不要把它拿掉不要卖了 可是 我每次有这个念头 之后的那段时间 这个东西都卖得特别好 然后总是会出现客人说 你们这个真的很好吃 而且这种情况 常常在发生 一直在发生 所以就用心用力把事情做好吧 这是当初自己决定的事 希望透过味蕾延续那种 让人一想到就暖暖的心情